大家好 我是軟學小天使 Mandy 我是阿欣 Martin 加Tech Knowledge Darumatic 掌握行銷科技發展新趨勢 你就是新世代的行銷達人 歡迎按讚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訂閱我們囉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歡迎 漫遊中興新村的 朱宜負責人 來我們和分享他們的這一些過程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南投中興新村 然後我是漫遊中興新村 一起新旅行的領導人怡貞 那今天呢 透過網路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是如何利用一個群聚的力量 讓這個這麼漂亮的村子呢 重新被看見 那我們也會透過網路帶著大家來漫遊一樣 漫遊一下不一樣的一個中興新村 好 那中興新村呢 其實在大家的一個印象呢 它就是一個 早期是仿造英國花園城市的一個計畫 下去所規劃的 那不管在生活機能啊 或是說環境然後交通等等 其實都是非常的一個便利 那曾經呢也被票選為 就是台灣最適合居住的一個村落 但隨著20多年前的一個精神之後呢 中興新村從一個繁華 然後一直經歷到沒落 但呢最近這幾年 中興新村也開始了有一些不一樣 不管是在公部門的一個計畫推動 或者是說 企業自發性的一個計畫推動 其實它已經有開始慢慢的不一樣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透過鏡頭 讓大家來看線不一樣的中興新村 好 那其實一群人 就是我們有八個團員 那在其實還沒有接觸群聚計畫之前呢 我們雖然位在中興新村 但是彼此都是不相似的 那也因為在108年接觸了一個 就是接觸了群聚計畫之後呢 讓我們這八位人 然後從這邊開始相遇 雖然我們各自都擁有不同的一個專長 不同領域 可是呢我們卻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理念 就是呢 希望可以藉由自己的服務或是產品 可以讓中興新這個地方越來越好 也因為有一個這樣子一個共同的理念 讓我們彼此的心 就是開始喜歡黏在一起的感覺 那也因為相遇了之後 其實我們各自店家有各自的特色 但是呢其實我們也 因為這樣子一個計畫 然後也讓我們接觸了很多不一樣的一個學習 如果例如說像數位工具的一個導路 因為其實可能一般就是在 往往大家在經營粉絲業的時候呢 可能不是那麼重視 可能類似像Google Google的一個社群軟體的一個規劃 然後包括說你如何怎麼樣去使用關鍵字 讓你的店家或者是說你的產品更容易被看見 所以呢其實也因為這個計畫 我們把握了每一次不一樣的學習 那我們也走到其他鄉鎮的一個很優秀的一個群聚 那大家透過不一樣的一個交流 我們也去學習別人的一個優點 那也因為這樣子 大家就是會更珍惜不一樣的一個學習機會 希望可以用這樣子一個行動力來改變 那做一個就是自我充實的一個機會 重新插量自己的一個品牌 那除了就是讓自己努力變好之外呢 其實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群聚的力量 可以讓彼此的夥伴在商品或是服務上面 大家都可以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覺得只有讓整個一個環境共好 我們才可以越來越棒 然後所以呢我們也在過程中 我們會協助一起幫忙就是其他的品牌 然後讓他們在服務流程 或者是說可能在他們產品上面可以不斷的去優化 譬如說可能像我們的副領導人熊愛嘉賓 那他本來呢單純只是在就是販售水果冰棒 那可是呢我們覺得如果可以透過讓遊客來到這邊 可以體驗然後可以自己做一支冰棒的話 相信那種就是帶給遊客的感覺就會不一樣 所以透過一個開創新的體驗 然後再透過我們不一樣的一個異業的一個資源的整合 希望就是大家來到中間新村可以感受 神埔不一樣獨特的魅力 那除了就是不斷的讓自己變好之外呢 做好準備我們也把握了任何一次可以展現的機會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這樣子一個中心心 不管是說他的好物他的風景他的故事都是值得被看見 所以我們在群聚執行的計畫過程中我們遠自泰國 就是那時候我們也是雖然大概只有三四個人代表 可是我們還是拎的大概有15個行李箱 就是不為的不為那個困難就是一路就是要把這些好東西帶到泰國 那甚至小就是在地的一些小活動或是記者會等等 我們一定都會努力就是大家一起出動 然後就算如果其他有夥伴可能營業的關係可能比較忙碌 但是我們從來都不會去有任何的一個抱怨 就是覺得說可以的話就是一起展現這樣子的中心的一些好的品質的產品 那慢慢的從八顆種子然後一直開花結果 那我們也努力的開始竄接包括在地的這些老產業啊 或是說可能我們希望用這樣子像磁鐵般的一個吸力 讓除了說這八位店家之外也可以讓中心心 其他更好的這些產業的資源可以被看見 所以我們把這樣子像家人一樣的情影把它凝聚 那我們也透過八個一個影響力的種子 然後帶著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成長 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力量它可以影響力越來越大 那其實透過就是有這麼多這麼棒的一個產品之外 當然我們也希望透過不一樣有深度有溫度的一個旅行 然後讓大家可以重新來走訪不一樣中心心村 因為其實可能早期大家對中心心村的印象 都比較不會是把它列入為自己旅遊的一個目的地 可能大家既定印象就會覺得說那邊可能有很多老眷舍 可是對於說到中心心村你可以怎麼玩 然後怎麼去認識這個村子 所以呢其實我們也藉由這樣子兩年的一個計畫呢 我們也規劃出然後包裝出很多就是比較成熟的然後一個旅遊商品 然後可以讓大家就是透過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旅遊的方式來重新認識中心心村 那其實中心心村早期讓大家的印象就是 其實它是非常具備有一個生活感 那可能在這邊就是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因為它一個整個環境一個規劃就是讓大家在裡面的旅遊的時候 其實整個環境是非常友善 那當然這麼多村子有這麼多一些美好的生活體驗 它是需要被透過轉譯跟設計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透過旅行可以帶著大家學習 就是如何好好生活 然後感受這個與自然共生的一個態度 那把這樣子的每一個生活的一個日常 把它設計成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生活課 那也把它變成是中心心村一個地方再造的一個新靈魂 那來到中心心村你可以怎麼樣旅遊呢 當然一定不可以把你的腳步就是走得太快 因為走得太快呢其實有很多風景你就會錯過了 所以呢我們也在計畫的執行的過程中 我們也透過了很多課程來培訓就是讓在地人成為一個很棒的一個說故事人 然後也透過他們的一個導覽介紹呢 帶著大家利用一個像協力車啊或是漫步的一個方式 然後重新就是走入中心心村的一個巷弄 來見證一個台灣近代史的一個文化聚落 那當然來到中心心村也不只說只有眼睛看到的一個美景 你也可以透過享用一下這邊在地的一個美食 那透過五感的一個體驗耳朵的一個觸覺 重新來認識一個過往很美好優質生活的一個村子 那在村子裡面當然也有很多很多的一個自然生態的一個風景 那當然這些的風景它雖然都很小 但是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具備有故事力跟感動力 所以呢就像我剛剛講走入村子你就要放開你的五感 用最真實的一個感情 真實的一個感受來感受這片土地 帶給大家不一樣視角的一個美麗 那其實走入巷弄一景一物 都充滿著很多這個村子裡面的一個故事般的一個精彩 那雖然它很頻繁但是其實只要透過導覽人員的一個介紹 還有你一個手作的一個過程 你就會發現它背後精彩的故事 那其實在中間新增除了我們剛剛提到了這些可能很多二代 然後青創返鄉回來創業這些年輕人 當然還是有很多具備文化底蘊的這些老產業 所以呢當然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樣子一個旅遊設計包裝 讓大家可以藉由一個五感 不管說可能是一個青年輕創的一個品牌 然後去感受它如何帶著大家去手沖一杯咖啡 那在地的一個老產業的部分 像我們在畫面上面就有看到 其實在中間新村 我們每個裡都有自己的一個菜市場 那其實在菜市場裡面都有一個就是 我覺得是蠻代表中間新村的一個食物就是燒餅 那其實來到這邊當然是一定要吃上一顆好吃的燒餅 可是從來大家都沒有想說 可不可以自己來手作這一顆燒餅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子一個計畫 然後大家一起腦力激盪 所以呢我們那時候就開始去設計說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一個手作 所以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燒餅上面很特別喔 都蓋上中間新村的一個當時神府的一個觀印 那其實這樣就更具備有中心新村的一個元素 其實透過各種的課程的規劃 或是說我們導覽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希望帶領的大家是用不一樣的視野 重新來看著這個村子 然後其實我們在旅行的過程中呢 我們也希望可以不斷的去創造 跟這個村子可能因為你來到這邊只是一日遊或是半日遊 可是呢你就開始從這樣子 開始跟這個村子有產生了一點點關係 所以呢畫面上就會看到很多 其實在這幾年已經有很多人重新 因為我們這樣子一個推廣 他們重新再踏入了村子 然後他們也重新愛上這個村子 就算他們離開了這個旅行完 離開就是回到自己生活的一個城鎮的時候 他們都一樣在不斷的關注這個村子發生的事情 所以呢我們也希望這個地方這麼棒 可以給他一個重新被開建的角度 跟創造他的價值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找回他美麗的一個自信 除此之外就是說可能透過 不管是說我們的軟硬體 然後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產品的一個優化 那在這幾年我們也很多店家也不斷的自發性 希望可以提升一個軟性的一個服務品質 所以呢不管在永續 然後一個便利 甚至說可能來到中心新村 如果說你只是可能是一兩個好朋友來到這邊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語音導覽 那可能我們店家也都有提供一個導覽的地圖DM 然後甚至我們也有推動一個單車友善店家 就是希望大家說 其實我們每個店家都可以擔任起借問站 那可以隨時都可以去提供大家來到中心新村的一個旅遊諮詢的 旅遊諮詢的一個服務 那從剛剛開始就是我們看到 其實八個人的一個力量 其實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的 就是說其實每個小小的一顆棕子 它只要串建起來它的力量就是無可限量 所以呢雖然我們現在就是計畫已經執行完了 但是我們並沒有放棄就是大家這麼好的一個緣分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八個之後 我們其實串聯了更多的在地的一個力量 我們也希望就是未來我們也會持續的 就是讓這個地方的一個精彩度 不斷的一個被發現然後被挖掘 那也歡迎大家就是有時間有空 其實都非常歡迎你們來到中心新村 就是漫遊一下喔謝謝大家